作曲 李宗盛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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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来再看我们的分享 今天我有Kelsey Kelsey 她喜欢叫自己Kelsey 多谢你的时间 谢谢 谢谢 她是一个非常宏帽和很好的练习 非常非常傻 所以各位 请先记住一下在留言 她是一个移动专业 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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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这是一个我认识了很久的练习 很多健康的 影响的教育给她的客户 每一个被Kelsey coach过之后 她都会觉得自己是很幸福 有你做练习的 对 我有做我的工作 Stalker 哈啰 但anyways 谢谢你的时间 那有没有 首先你有什么 heartwarming的wisdom 想分享给各位朋友 嗯 其实呢 最近都听到很多朋友 其实他们的energy 跌得很厉害 对了 可能是疫情 就是困在家 令到他们本来的workout 其实是没有了planning 对了 然后令到那个心情都比较借 嗯 其实我觉得有时 就是wellness 就是要 保持着一个balance的状态 就是可能有时我们会 啊 跌低了一些 会沉了一些 但是其实就是 慢慢走 回上去 back on track 就ok了 因为呢 有时就是很难去 突然间又跌低到很低 然后回上去 是的 所以其实是 有多些鼓励给自己 那还有呢 和自己去沟通多些 譬如可能 啊我现在的心情是怎么样 我来的那个target 我要设计到small goal 我有什么可以achieve了先 那样 那其实呢 都会令到整个wellness 会好一点的 那你刚才说了 因为有一个balance的字 那还有一个balance 对不对 那还有你又在说的 up and down 跌低又上回来 那还有你讲的东西呢 goal setting 嗯 那goal setting 有些朋友呢 是 嗯 那我咖啡也很goal setting 嗯 其实不是这么简单的 嗯 有些分享给大家 关于goal setting 你有没有讲到这些客 你平时的客人 嗯 其实都会设计个smart goal 就是 smart smart 那你们那些朋友 听过smart字 就是说 嗯 我smart this little smart goal 其实通常smart的字 其实不是这么简单 对吗 是 因为要很specific 知道究竟要在哪方面 自己去做一个improvement 是的 那还有呢 那样东西是achievable的 就是不会说 哦 嗯 我设计个远大的目标 但是很不realistic 是的 就是有个A到B点 是的 就是那个goal是我们想去到的 但是当中的过程 其实就是要明白 会有ups and downs 就是比如可能举个例 我有个client 他很想处理自己身体的痛彩 那还有很想就是lose weight 去改善那三高的问题 那还有他本身就是对人生已经是完全没有了动力 只能做事 那就是他family的时间都是没有了的 是的 就是很不开心的 那但是 因为他开始了training的时候 那不会一旦工讯的嘛 因为他会可能扭到 接着又试过咬柴 又跌到 那中间其实有很多supporting 譬如可能要做一些stretching 那一堂training 就会变成另一样东西 但是 it doesn't mean 我们不是去同一个方向 所以基本上 那个过程里面 其实要明白是有ups and downs 还有我们是一起走进去那个方向的 那其实已经可以了 那就是以我的understanding Kohsi provide 他的client 他是一个很不贴身的 可以是一个guide 或者是companion 我可以说 就是不是一个coach 你见到一个星期 出现之后 就拜拜 下次再见 那这个星期 你不停去吃鸡 吃KFC 那当然他就是陪着客 那你刚才说了 就是关于痛症 嗯 作为痛症 是 那你有没有分享给他们 嗯 那痛症那里其实 也会有一些些tips 因为很多时候做运动 会很忽略了我们的warn up 和cool down的部分 那如果做完training 其实都会是contract了那些 muscles 还有会有很多意思 所以我有一些client 会喜欢做一个post workout的stretching 令到肌肉回复弹性 其实会健康很多 那就是一个injury的prevention 嗯 就是一个maintenance的东西 那就是 其实各位就 我如果有痛症 就是我的客人的痛症 我就会交给我们的物理治療师 但是呢 会直接on the spot 会处理完 这个是very good的 那当然 如果他们有些结构上的问题 或者是一些很specific的问题 都会refer给肌肉的 对 but I mean at least 例如他三个之前 我有教过客人打网球 其实很简单 他打到别人的high 说很开心 打到别人的三个 他能处理到 那我立刻on the spot 帮他录过网球 对啊 就是差很远 如果你有小 就是他跟朋友做训练 如果你有这些知识 你at leaston the spot 帮他先 医治疗 是 and then before他去那些时候 就是好像 例如我举个例子突然抽筋 对 对 他突然间 他可能用错力 或者是breathing 配合不到的movement 他就会觉得 好像有一些 不舒服的感觉 那可能有时真的要 训练突然间要停了 那他帮他做一些relief 那 那 once他觉得舒服 那其实就可以get on the training 喂有没有试过呢 就是stop 什么时候 他在抽筋 不是 我家里我可以继续 没事 我家里有没有试过呢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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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会去 和他分析一下 究竟现在的程度 是有多少 嗯 是的 我会告诉他 其实 我会有一个方法 可以令你有不同的feeling 你会不会想试一下 是的 也会尊重他的 如果他能够试一下 他会有不同的经验 是的 那就是这个 为何我问这个问题呢 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真的你还在抽筋呢 ok 记住有时 有时呢 take a step take a deep breath stop 是ok的 如果有一个coach 不是一个coach的意见 不是说 我 no pain no gain 那些呢 你听过那些 no pain no gain 你呢 硬死 撑撑到最后 怎料呢 又要伤了 接着 recovery time 又很久了 接着又觉得自己 好像很久都做不到运动 接着就会很fustrate 其实都会影响心情 那所有东西就会 out of balance 对 所以就这样子 give a rest 你的investment 你自己呢 rest都是一部分 的 很紧要的 对 所以问个练习 companion 非常重要的 好 打问你呢 你认识你这么快 为什么进这一行 为什么进这一行 首先因为我从小到大 都很喜欢做运动 是的 然后 但是小时候 就是 真的挂着练习 是的 那时候真的没有很多knowledge 哦 就是rest要怎么分配 是的 就是我的training 里面 就像现在的世界的ethics 他们会有不同 很多元化的training 里面 所以that's why 那次有很多的injury 小时候 是的 但是呢 after all these years 我会认识到很多movement 上面的pattern 叫做alignment 啊 原来就是很多东西 是可以建立好的foundation 然后去enjoy我的sport 也是through finding 一个way of train 你自己先 然后improve自己 才帮人 这个非常不会一个greattrainer的story 所以that's why celtic在座 在这里share 你的wism给大家 对不对 ok 当你进入了这个injury 有没有一至两样 最难conquer的obstacle 可以问给大家 有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的呢 没有所谓 分享你两个最难忘的experience ok 嗯 其实呢 我都 有些client 可能是 由一开始 纯粹朋友介绍 他们觉得 哦 有没有这样的需要 跟我完全不认识 但是after training 会在我的failure里面 发觉有很多 原来身体上面的事情 可以照顾 除了减肥之外 就是很多人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只有减肥 嗯 是的 但其实如果是一个health来说 是有很多的层面 令到一个人可以 生啊 生啊 都是健康的 是的 如果我举个例子 比如可能 嗯 如果只是因为减肥 然后 diet 又很extreme 然后又狂做运动 但是其实个人都很depress 因为好像没有了自己 想要那个life 那样 所以呢 所以这个client呢 我当时跟他去做coaching的时候 他一开始只是想减肥的 但是慢慢他发现呢 因为我去他家做training 那他老婆啊 那些都会看到 然后就是对他的身体啊 痛症啊 或者整个人的精神 有改变的时候 其实他太太都会想 即是加入一个training 那我会是很开心去 去直接走入一个family 去做一个影响 还有家庭医生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要说笑而已 那其实这个呢 不是这个是很sharing的 因为呢 其实是一个 emotional的support 嗯 这个是很好的 OK 因为呢 很多trainer 就会太复了 例如我啦 我focus他 不停去给他 the best training I can give 但有时就 我support不到他 那个emotional那里 那不是说我想support 是要去给他 我support 所以是要 别人肯accept你 这个东西 所以你做得非常好 就是这个给你一个 工作 所以各位朋友呢 如果真的想入这个行业 就是想起一个emotional的 mental support for your clients as well 这个是 also 一个job as a coach 那如果这个是我自己的钱 我可以进步多一点的 这个非常好 那么 有没有误解啊 对你这个area的trading 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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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误解 例如 他们做现在的 就是以我这么不专家的人去想 就是我不是一个正常 而一个不正常的 不experience 人家想 误解 我要拉着脚上到这个位置 我才是最擅长的 或者我手要到这个位置 这样扭回头 一路不拒回 那是不是现在的点 是要拉得最多才是meaningful 还是有这些interpretation ok 那我说一点我对yoga 和平达的看法 嗯 那yoga呢 其实是more on一个心灵层面 会多一点的 嗯 是的 那你说 那那瑜伽不是拉筋的吗 然后瑜伽不是 好像 你要做到某些post的吗 但其实他主要里面 是讲那种 就是 balance control 是的 比如可能 举个例子 每个人的身体的结构都不一样 但是post的alignment就是这样写的了 是的 就是 身头肌不可以的 前有大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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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但是每个人的结构不一样 其实是要 就是听自己身体的声音 比如我去到某个位置 我已经是limit的了 就是我已经是有不舒服的了 但是你是不是要为了要做到某一件事 而你逼自己去到那个post呢 所以这个也是和ego有关的 就是究竟能不能有surrender 就是完全surrender自己的身体 我只是去到这里 你accept fully accept yourself 嗯 那Pilatis的话 其实因为他也会有yoga的元素 他也是波元化的 结合出来的 我会觉得他more on rehab 因为rehab的training里面 其实都在讲很多核心的控制 当你控制到核心的时候 再做一些movement的时候 其实会是很安全的 那我会将Pilatis 带到学生的生活里面 譬如他们怎样走 怎样去站 怎样去坐 或者他怎样去扶自己起床的时候 那令到他们不会经常弄傷 或者他会感觉很align 然后他会觉得很energizing 嗯 那应该是非常好 所以变成了你 愚家就愚家好 Pilatis就愚家 Pilatis好 大家一起联络 这两个东西 是最好的东西 对吗 是 那我说 谢谢你的分享 非常好 有没有一个心里面的智慧 想分享与各位朋友 anything at all 你觉得是可以帮助到 例如他们 那我说一下 嗯 我会觉得追求 一个健康的旅程 其实是不简单的 是的 当中的过程 可能 The more you know The more you know The more you don't know 对 所以会发觉 哦原来在吃东西上 原来在运动上 原来在休息上 那所有方面 都需要去调整的时候 会发觉好像 哇 这么多东西才能帮助到 但是 不要紧要的 就是最紧要是 找到自己的pacing 就是 譬如可能 我觉得 原来我睡得好一点 我已经是有more energy 那 其实可以在睡觉的 quality上去改善 例如可能 如果stress的管理 我两个小时前 我不能够 我认识 我认识 对了 这样 没可能 对我来说 继续 女婚教育 对 会令到睡觉的质素好一点 可以先在flip那里 如果在运动方面 我喜欢一些mild的 可以先做一些stretching 舒展一下身心 然后觉得舒服一点 如果不是 我可能 我会喜欢 我想流汗 我觉得自己 很有活力的 那 就做一些 interview training 或者strength training 如果有些人 会觉得 我想在某一方面 例如某个sport上 去做一些improvement 在一些movement上 去做一些 那 no matter what 其实哪一方面都好 其实都是 对自己身心有益的事 就可以做一点 慢慢累积 其实会 愈来愈健康 整个人就愈来愈平衡 非常多谢Kelsey 今天的sharing 各位朋友 记住 health是最重要的 今天我们学到的wisdom Kelsey呢 就是 一个coach 是more than just 不停去骂着你 做exercise 她还有 你会 take care of 你每一样东西 including你的emotion 和那个support 那这个是整个package 那现在 你可以 through your interview 可以sharing 可以知道为什么Kelsey 有很多客人 那所以这就非常 非常important 多谢你 谢谢 请大家 希望你喜欢 这个sharing 多谢你的时间 请你把这个video share给你身边的朋友 等他都可以在这个video 拿着大家的reward 那我们下次再和大家分享 多谢你的提示 谢谢 拜拜